老师们在课堂上传授知识 放学了还要到路口捣固 但有教育工会跳出来指控台中税府 发公文要国中小老师们 查报学区内的起楼违建 然后校长迫于教育局的压力 也都要求老师去做 那老师就只好把学生放在教室里面 然后他们就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教育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一般来说举报违建的全则单位 是交通局都发局 民众也可以透过警察局检举 但现在连老师也被教育局要求 要在1月19号前整理通报 让老师们炸锅认为被教学专业 民众看法不一 认为道路违建 人人都可以举报 就算希望老师配合 也不该有强之性 违章建筑的认定 不是学校老师的专业 学校老师也没有这方面 的专长 是提供校方资讯反应的管道服务 而非强制要求老师做这项教学以外的工作 教育局强调 如果校方资源性提供相关资讯 也只是让都发局实施 所谓的棋楼安学专案计划 至于是否违章建筑 也会交给专业的判断 现在教育团体公开发声 只希望上级单位体恤老师辛苦 让他们回归教育 记者刘明李云杰台中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